大年初一 總統蔡英文先到營區慰問憲兵 感謝各位輪職的弟兄姊妹 在春節連假監守崗位 感謝國軍春節假期束手營區 假菜金當然不能少 視察完後 總統也馬不停蹄 趕赴下一個行程 走春拜廟第一站 來到大龍洞保安宮 發福袋 人潮絡繪不絕 總統今天是代替蘇奎來保安宮嗎 會這樣問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春節連假到來 總統光是一個小年夜上午 就有三個視察為老 總統到臺北車站視察返鄉人潮 但行政院長理應到場 但只有交通部長王國才現身陪同 行政院長蘇貞昌十九日請辭後 十一天完全沒有公開行程 引來來因質疑 蘇貞昌成為看守內閣後 蔡英文成了另類代理院長 注意蘇貞昌早上現身疾管署 發紅包給過年留守防疫人員 趙冠麗在政院發紅包給執勤的助手未警 跟各處行政人員 蘇貞昌隨即在臉書發文 說自己雖然已經向總統提出辭辰 但在蔡總統任命新的行政院長前 會繼續進行政院處理政務 並與各部會首長保持聯繫 確保春節期間全國各機關運作一切順利 華視新聞聯繫與萬少玩張正傑 張俊慧台報導 哈囉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